习近平新领导班子底定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名单 谁上谁下在成交点 其中金融界最关注 被视为改革派的现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 没出现在名单上 但新进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 英勇曾任任航副行长 接棒呼声高 再加上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 同样没出现在新一届的名单中 被解读为是明年三月 政府换届时 中国的财经领导班底 也将大换血 然而现任的中国证监会主席 议会满确实榜上有名 引发揣测议会满 可能接替郭树清 成为银保监会主席 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形成行业监管 与证券监管的前大合力 同时我们将坚持 对特定敏感领域 融资并购活动 从与监管 策进资本规范 健康发展 有看法指出 中国新一届经济官僚的 替代人马就来自航天系 包括多次领导 中国载人太空任务的 马兴瑞 河岸专家李甘杰 前中国兵工集团总经理张国清 前神州太空船总指挥 袁家军 当局显然有意 倚重他们的航天军工背景 来扶持科技的自主创新 此外 前任航副航长刘贵平 则是出现在候补名单 有看法指出 八桌地方政府官员 显示中国的金融工作 将把重点放在 解决地方政府债务 和房地产市场的困境 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持续发力 接续政策果断推出 宏观经济运行总体 延续了恢复发展的态势 经济气温回升态势开始显现 然而24号北京当局 也公布原定上周出炉的经济数据 今年第三季GDP年增3.9% 相较下第二季只有成长0.4% 但今年前三季GDP增幅则是3% 让全年5.5%的成长目标 看来更遥不可及 习近平第三任期更面临最糟的经济 香港股市则是大幅低开低走 恒生指数低开316点之后 一路急错 跌幅扩大超过了800点 24号港股恒生指数 跌到超过13年新低 市场恐慌 二十大后 习近平的共同富裕等主张 被写入了中共党章 此外二十大的工作报告显示 经济发展重心将持续转向国家安全 力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业 却引发担忧 不足以推动整体的经济发展 导致中国的经济成长 未来几年恐将持续放缓 白新闻路小平众后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